喝酒到底对身体好不好呢 美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与酒精有关的死亡人数 竟然达到了将近100万人 因此如何教育民众适度饮酒 这个观念是越来越重要 美国国家酒精滥用和酒精中毒研究所表示 全美每年约有280万人死亡 其中2.6%的人口体内含有酒精 且一半以上是因为饮酒过量或滥用酒精 导致肝脏疾病而死亡 且统计还发现 每年饮酒精问题而死亡的美国人 数量增加超过两倍 也就是每10万人中 与酒精有关的死亡率 从25.5%飙升到了50.9% 也就是说有将近100万人的美国人 因过度饮酒而丧命 因此为了身体健康长寿 最重要的就是记得小酌移情 大酌伤身 通知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